出身不同流派 来自不同地域 国内顶尖国际俱乐部 推荐的16位青年高手 为了争夺万冠军赛 国际赛事的签约拳 过关展向 武力全开 运动员分为踢拳和综合格斗两组 经受最具挑战的训练和考核 并进入残酷的淘汰赛 最终的两位冠军将获得 万冠军赛的百万比赛合同 前六周的节目 我们见证了六场精彩激烈的 踢拳和综合格斗的比赛 总共决出 陈嘉义编冶极多一部 周启阳 王震 石温康 泽朗扎西 七位选手晋级赴赛 剩下的名额 究竟谁能摘得 竟在萨 武力全开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发掘出这么奇怪的能力 起来 起来 高度 起来 起来 高度 高度 放前 滚翻越来越少 对 这是一场三局五分钟的王冠军赛 萨 武力全开 综合格斗 草量级白人赛 四分之一决赛 好 低倒 好 好 他有个超体转换的颜值也大倍了 泽朗扎西我们看到 感觉还是非常的震惊 红防 泽朗扎西晋级 这是一场三局三分钟的王冠军赛 体拳赢两级白人赛 四分之一决赛 现在是金火上高草地 这就是跟上一个回合一样的 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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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全开 朋友们 各位好 这里是由冠军赛和咪咕视频联合制作的职业搏击赛事综艺前面 咱们这个搏击真人秀已经到第七场了 前面的六场比赛 我们看了三场踢拳和三场综合格斗 还有最后一张通往副赛的门票了 我们也邀请您上天猫搜索万冠军赛 您就可以看到更多 武力全开的拳手 同款的拳击手套 还有缠手袋 当然还有更多惊喜等待您去发现 咱们今天依然是老朋友了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著名剑瘦月翰巧生老师 大家好 让我们欢迎万综合格斗选手马嘉文 还有我们的全国散打冠军张明斯明哥 让我们欢迎怪力少女铁道 今天咱们最后一场这个算是出赛吧 您看咱们场就特别热闹摆了好多道具 我看这个有意思 你们猜一猜今天这个主题会是什么 那会不会是测弹跳力呢 从这直接跳到轮胎上面去 有这样的弹跳力吗 有有有 嘉文就可以 我还不可以 我还不可以 像格斗界你们最顶配的这种弹跳力得多少 其实就是专项训练不一样 就是你格斗可能其他的行 但这个还真不行 你像我能跳大概我的胸口的位置就已经很可以 这个我看都已经到过头顶 你能跳你胸口的位置啊 对我能跳我胸口的位置 那好厉害啊 但是你一再往这高就就就起不来了 我到这一半 最后一张门票通往复赛 咱肯定得玩点狠的 但是在在玩之前 我们还是得看一下万冠军赛的比赛视频 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请看 这是万冠军赛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泰拳 绰号铁人 我让你打 对他的比赛一般都很精彩 太恐怖了 太厉害了 他绰号叫铁人 就是铁打的下巴 胳膊 全身关节都特别硬 就是别人被打 就是感觉会软 他打越打越兴奋 我看他刚才都站在那让人打 他都不带躲的 他扭着屁股 他很开心 这种铁人他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就是从小练 在一个这个有的时候 抗肌打是一种天赋 真的是天赋 你后天练 当然也能练 但是你那个先天性是占优势 而且有的他们泰拳手 他会练 咬一根粗的麻绳 底下可能掉一个哑链 然后练那个咬鸡 然后保护自己的下额 对 你这个筛就是说结实了 然后你的脖子结实了 被打就没事 明哥你的天赋是怎么被挖掘了 上小学的时候 我绰号叫男人婆 男人婆 三四年级的时候 没有小时候照片吗 不是因为外表像男人婆 就追着男孩打 就是我只打男孩 就是我的同桌要一个星期换一次 那你小学同学聚会 现在人还来得齐吗 来不齐了估计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 另外一半追求你的男人 是不是一个个都被你打跑了 那倒不至于 只是没有遇到 其实成混了 我跟你说其实练 国际以后练拳的女孩 其实私下特别温柔 家文真懂了 是吗 是吧 因为你在场上 其实还有平时训练中 你就已经打腻了 你在私下身份中 就完全是两个极端 我们找另一半 如果对方有这种运动爱好的 我认为这个婚姻就成功一半 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 能够自我调节的一种图性 特别好 而且万冠军赛 我是知道对武德要求极其之高 能够进到我们这个万冠军赛的 那都是全方位各个素质 都要很均衡的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 是泰国的一个顶级拳手 其实从刚才这段视频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三个字 就是爆发力 它特别狠 虽然是铁人 抗其达很强 但是你会发现它 静若处子 动若脱土 当它要出击的那一瞬间 就真的爆发力很强 所以这一期最后一张门票 我们考验的选手就是爆发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训练情况 以及今天对阵的双方 所有运动员请注意 有请教练组宣布 今天比赛双方运动员名单 今天对阵的两名运动员分别是 周明洋 金虎 大家好 我叫周明洋 来自中泰国际泰拳俱乐部 打的是踢拳 擅长腿法吧 让它腿法多一些 大家好 我叫金虎 来自深圳福保搏击俱乐部 我的外号叫中国虎 我一般在比赛中擅长拳法 和控制距离 好 现在我们要练的是爆发力 所以接下来的所有的动作当中 你们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爆发力展现出来 好不好 那下面我们用机器来测一下大家全的力量 好吧 好 好 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了 来 只有三个机会啊 走 好 141 162 我可以最高数值167 174 193 加油 1012最高数值 1012最高数值 193 193 193 抱歉 数学没学好 下一个陈嘉义 179 104 也没打准 最高数值179 180 126 最高数值197 放松 来 找到机会的带 175 跳 好圈 129 229 痛不动 痛啊 太硬了 比较硬了 165 193 199 199 199 201 192 最高数值192 哇那刚才打200公斤是得多猛啊 宣布成绩吧 极多一步 199 邹明阳 167 李献成 229 马强 192 张同康 201 金虎 197 陈嘉义 197 史文康 193 对手是活的 而那个侧力量的这个机器是死的 这个环节做得好 只代表你绝对力量大而已 具体你这个绝对力量在擂台里能不能运用的出来是另外一码事 所以还需要综合其他的这个考量 马老师他们这个200多公斤算什么水平 小级别来说你感觉是力量很大 但其实KO人的几率很少 因为你本身还有一个身体的自重在呢 有的很多大级别可能你感觉这个拳不是很重 但是他自己身体的本力他就在那了 一拳就很重 然后这些都是小级别同行中可能也是佼佼者了 对对 那一般到多少以上容易把人KO掉 好问题 想把别人KO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数值 比如说我能打一千 但是我打不着人 但是比如说我这拳可能就七十八十 但是我拳很准很快 然后一拳打中我了我可能就倒了 哦 如果是那种世界重量级的那种拳击赛 他们一般一拳能多少公斤 那可说不好 因为每个器材也不一样 有的器材你随便一测你也能打五百 嗯 但今天我们有一个对比啊 嗯 我们是同款 逗逗 女士游戏 女士先来 我们从雨量级最小的叫什么级 女子有原子量级 那我手腕怎么保护一下呢 你就手腕转拳头 手腕硬点 别别挫到手腕去 你就直接打就行 哪个地方力量最大 你就打中心 中间那圆车 好 我用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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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我的天 我的208啊 快了吧 哦 她不是208公斤 他是208棒 你这吓一跳啊 你这个 这个是公斤 95 下位居然 来吧 68 这把 这把拉了这把 77 没有第一个多 没事就算第一个 第一个是多少 算95 好了 下一位 冠军来 我预测他150 反正肯定能超过100 我觉得 这是最多的 第三个 高估你了 100了没有 狠点 狠点 什么你了 3 3 你怎么又低了 你俩咋是一个纪别了 不对劲啊 找好位置 加油 放手 加油 起势 10 3 是 是 118 厉害 我们刚明哥赌上了职业尊业的感觉 你别说那我还不如人家明哥打的 玩 这个时候必须来一点气势 有请 可以 行 28 11 小钱 喊点 好 176 又可以 176 176 挺喊的 等一下 我的又有点麻烦 手腕 再来 第二拳 102 看准 走 13 不行 这我手腕了是吗 176 176 可以 我们没有热身 浩老师小心热个身浩老师 浩老师 打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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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准 来 129 129 这什么拳法 这什么拳法 134 浩老师把刘海都打出来了 这个 你们打完我这压力好大 我得怎么打才能对对起运动员 我176 你应该随便一打都比我们强 不至于 我要试一试 196 再试一遍 211 211 最后一拳 正真了 打歪了 我总感觉没法会是最好的效果 哈哈 我在最后一拳 好好好 是不是都这样 你看 黄少林 打下 不一样 打相应 哥哥哥 稀会稀会稀会 厉害厉害 这个数值 到底还是职业选手 对 这个绝对是重量级 散打对于爆发力的要求高吗 其实跟这些项目都一样的 因为你没有爆发力的话 可能在关键时候 没有一拳KO对手 对 这个拳打上去软弱无力 就影响一场比赛的正常效果 你打人一拳人都不疼 你想人 你还不揍你吗 我们继续看训练吧 爆发力还有哪些内容 接下来的训练我觉得大家都会很熟悉 就是一个循环体能的训练 既会有体能的东西在里面 又会有你肌肉耐力的在里面 我们在地上定了两个点 那个是你的起始位置 这是终点位置 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只需要打空击就OK了 在这边的时候有把尸 有把尸给大家举把 用这个阻力带往返五次 作为一组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OK 那么第一个先上 听虎 到达七十点 人手准备 好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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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到 这个练你的核心 然后往前冲的这个能力 当有阻力神的时候 会更困难一点 加油 加油 紧一点 不要退了 再往前一点 对 在这儿做空气 加油 走 上 一二三 五六七 不是去阻力 你退到这个点的时候 至少你有一个前脚 要超过这个黑点才行 好吧 你退到后面头脑了 好 多米扬准备 找钱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萨武力全开官方微博 一起边看边聊感受热血格斗 也可进入萨武力全开 话题也参与更多互动 见证新生格斗力量诞生 那周敏扬的这个力量感好像 怕点 对 被绳拽的有点跑偏了 被绳拽的 往前 往前踩住踩到黑点 走 继续走 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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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6 6 有 不够 距离不够 不够 距离不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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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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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两个腰闪 走 走 再来 走 走 走 再回去 动作质量不行 嗯 他这个阻力带 对他的压力有点过大 这个 这个 对体能的消耗极其大 是非常大是吧 对 马枪 计时 重新开始 计时归零 很高兴 不要紧张 好吧 好 到这个点先是空击 好 好 来 计时准备 放松 走 抗住 抗住 一 二 三 走 走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走 后会 走 张哥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四 走 走 走 一 二 三 走 走 一 二 三 四 走 走 走 等我先走 走 走 登陆李宁官方旗舰店微信小程序 搜索李宁国际系列万冠军赛专属产品 激发斗志 武艺全开 非常明显 有些选手在阻力带的压力下 动作几乎质量一塌糊涂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有望动作的 有重心不够的 有甚至体能都不够的 你平时打的少的 你很难记住这样的东西 有时候真正的拳击教练给你引把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一些很新的指令 就让你快速记住 所以你的记忆能力也很重要 你们在短时间内迅速把教练给你的指令做到 这是很难的 这个刚才明哥说的对体力消耗特别大 是的 绳子的拉力 其实已经消耗了你大部分的一些对抗能力 什么各方面 而且它还在要求你的爆发力 对 还有协调 刚才我们拉了一下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本来就是 没有弹性 这个绳子感觉 反正我用手是拉不开它 你用手肯定拉不开 你得用身体冲拉 这个绳子我认为太过专业了 我们不可能像运动员一样 然后挥几下拳到前面然后再打靶 那不太可能 我们可以就拿着冲刺嘛冲刺跑 你这样你先拽着绳子 好让我们冲刺跑 最后我们拽绳 让你冲刺 我就不给你冲刺跑的机会 是不是 哈哈 那行啊 我不给你往前冲的机会 试试呗 那试试呗 试试呗 我先给你抓到 到哪个距离 来 来 我的目标是那根柱子 我们的视像师老师 你怎么能把机会放这儿呢 你是不看好我能够摸到这根柱子吗 他把柱子先挡住了 老师太相信我了 看到吗 我堵马老师摸不到 我堵马老师过不了这个开 过不了 觉得你虽然摸不到 而你还可以弹回来 我要是不给你 你肯定过不了 相信我 我能摸到对面的镜头 不愧让两位女同学输的 来吧 加油 哥就位 准备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萨伍尼全开 官方微博 一起边看边聊 感受热血格斗 也可进入萨伍尼全开 话题也参与更多互动 见证新生格斗力量诞生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会 这个带子 你来感受一下 我可跟你一样的结局 我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你感受一下 挺好玩的 这个 我是使劲还是不使劲 别使劲 显得我厉害一点 好 我稍微给你配合一下 我赌这儿吧 好吧 你就到这儿了 我觉得至少到那儿 你是这儿的水平 来吧 一二三 你这 你这点过分了 不是 他力量比你大 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马老师 看看他能跑多远 马老师得集体拉着他 不用一起抓 我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咱不行 我觉得咱能一起弄 不用 你来打我 你来打我 来打我 我要过去了 我就把你抱腿摔倒 你来打我 我等着你了 来 你往正点站 你往正点站 我就直接奔你过去了 来 你来 来 这 这 这打 太重了 你别说 不好抓 对吧 不是不好抓 我这边的位置一开始几乎没有动 但是他完全靠这个绳子的拉力 一下就出去了 你们见过村里的牛发疯了吗 你不是不跑我都忘了 我没想到你能过来 你要咱们这边没动 但是他叉叉叉往前走 对 就全靠这个 一脚一瞬间拉不回来 就出去了 你要是真的减重17公斤之后 你还有这样的爆发 有 我现在都是脂肪 就是我在减到75公斤级的时候 就是你速度还快了 力量还大 你要运动员减重就是 我保持最大的肌肉量 然后把脂肪都减下来 不是说把自己的肌肉都减回来 这样 赶紧做 赶紧做 说实话这么大的力量之后 你看说话还能够 基本上逻辑不乱 呼吸正常 要咱们说句实话 早不知道天丹地北了 这家里面的羹牛都省了真的 我把我家地板砖刨了 你这爆发力不耕地可惜了 真的太牛了真的太 哎赛场上有哪些名家 那个爆发力就惊人的内容 爆发力惊人 其实有很多就包括万代拳手 有阮马丁就是后手重拳特别重 一拳打中了就能把对手打倒 然后包括还有李胜珠 他就是柔树 就是地面真的是做到 别说出神入化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就是已经非常顶尖的选手了 好嘞 咱们来看看今天对阵的两位啊 今天对阵的两位是金虎和邹明杨 这两位我觉得来头也不小 邹明杨的老师绝对是名师啊 国家泰拳队总教练季广州老师 金虎的师傅也也够厉害的 对金虎的师傅特别厉害 我也知道这个人就交交付开 交付开七十公斤级第一人 七十公斤级踢拳第一人 对对对很厉害很厉害 强将手下乌热兵啊 而你知道吗韩老师啊 在这个交付开的指导下 金虎就是在泰国 普吉岛打拳那条街上最能打的仔 就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 那条街我也之前在那会训练 那有很多家拳馆 有很多家拳馆 有综合格斗馆 有力量训练馆 你练了多长时间去那条街啊 其实我练到一定水准就去那条街了 但你的战绩是什么呢 我的战绩肯定不是最能打上的那条仔啊 那几乎肯定比他厉害了 又比他都厉害了 那肯定牛排没问题啊 不一样 就是公斤级啊 包括说规则 泰拳或者什么都不一样 得了吗别找借口了 你在那条街上都不行啊 好好好 那条街我看过比赛 气氛真的好 有机会可以去那看看全是那个猛男猛女啊 有的女孩的胳膊比我还粗呢 哎呦 邹明杨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泰拳界的一枚猩猩 我认为是年少就很出名的 但是金虎比他 我觉得这个履历看起来也挺恰人的 在前几年的一次比赛当中直接KO对手 拿到金腰蛋 所以这个对手也是不容小觑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对战情况 训练上就是正常的训练 别让身体转下来吧 因为休息这么多天 就是没怎么保持天亮亮 他的腿没我的快 没我的动 我不可能去拿我的短 给他的长处 就是如果直接带进去的话 他要和我朋友 我给他推 然后跟我打空主就跟他打空主 就随便他来 用我的技术去占成他 拳腿的技术 我的优势就是我的拳法 腿法也可以 他的短板我觉得就是防守 我应该会相对于火火火热地做 整体的打击力度没那么强 因为他比较单一 他的力表都能做 对拼在一块 他肯定是不如我 性质上我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好久没比赛了 我也突然说 我上场就一定能赢他 就是拿出自己的训练 然后调整好状态 认真打好这场比赛 金虎体重61.3kg 允许200克体重上浮 体重通过 周明阳体重61.1kg 体重通过 看完备战情况明显能看出来 我觉得金虎的块更壮一点 但是金虎也很久没有比赛了 大概有八个月 很长时间没有比赛 对于选手那种场上的心态 还有距离感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运动员来讲 就多久比一次赛 你们认为是最佳的一个时间段 个人认为是因而异的 最好保持在半年 半年以内最好能打一场 对的 但周明阳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训练的时候 梁哥一直说他 因为他腿确实很厉害 所以他不太重视上身的防守 架子比较松 周明阳是那种态势的 打法还得挑衅 是吗 你这是 他就是这样 有的就是纯泰拳 因为他是有一些想夹 夹腿的动作 或者说我想使肘 所以说他的肘 手架的会比较开 然后现在踢拳就是 节奏更快 防守更严密 我理策就是稍微夹得比较紧 因为拳法会更好 格挡啊 包括是反击会更快 那我们就来 要不就金虎 周明阳这来头都不小 你们觉得谁会赢啊 我就冲金虎 在那条街上 打遍这条街无敌手 我就看好金虎 我也金虎 我随韩老师 你瞧瞧 金虎了 韩老师说啥是啥 您二位呢 我这回你先说 每次跟着你我都说 你先说你选谁 我就不选谁 我选谁你就不选谁 那你选 那我选金虎 我也觉得金虎最厉害 瞧瞧 我们是真的一块了 三比零了 周明阳 为什么我选周明阳 因为他们我看身高体重年龄都差不多 然后两个人也都有泰拳的以前的经历 所以这回其实很难选 但是我就听着刚才说了 金虎他有八个月没比赛了 运动员很久不比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调整得快的话 那可能很顺利 但凡他调整得慢一点 心态出一点问题的话 他可能场上就一直被对方的节奏带着走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 我也有一点发言权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参加比赛 然后突然一上场的时候 因为你训练也在训练 但是跟场上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四周全黑 聚光灯打到你身上 有那一瞬间 我这怎么感觉不认识这个地儿了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比赛一开打 我就感觉他好像离我好远 又好近 有点摸不着距离的 这就是太久没比赛 你这么说完 明哥呢 宗密扬他虽然也有练过泰拳 但是没有金虎 就是他俩训练的这个泰拳模式不一样 一个是纯正的这个泰国泰拳 然后宗密扬他可能就是后来的中式 偏中式的一种 不是打泰拳比赛 他这个一些报价他都有漏洞 就比如说宗密扬他在这个报价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 然后他可能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就被金虎找着漏洞趁机 所以 所以我 选金虎吧 选金虎 就你自己选中密 就你一个人了 但是我感觉你今天你要中彩票 你 今天这个有意思了 一位是季广舟老师的高徒 一位是打遍泰国无敌手的金虎 打遍泰国一条该 谁会赢 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一回合 首先出场的中国虎金虎 年龄20岁 升高米75 职业大赛的战绩是27胜13足 并且金虎啊他最早是在海外扬名 2018年17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祖国 前往泰国呢是深造学习 也是参加了多场的比赛 对 并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这位选手就是周明阳 他年龄是21岁身高是一级 他来自中泰国际俱乐部啊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泰拳风格为主 但是尖修踢拳 他职业战绩是17胜 两副不拳 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一场三局三分钟的晚冠军赛 撒无力全开 踢拳赢量级白人赛 四分之一决赛 首先介绍蓝芳 年龄20岁 身高175 踢拳战绩 27胜 13副 来自深圳福宝搏击的中国虎 江洞 以及鸿芳将要出场的年龄21岁 身高176 踢拳和泰拳战绩 17胜 两副一平代表 汉川中泰国际俱乐部的 邹明洋 有请本场主裁王飞先生 双方的风格非常的有意思 宗明洋虽然是多次的代表我们的泰拳 但是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国内进行训练 但是我们的金虎 他反倒是常驻泰国进行训练 泰 准备 准备 好比赛第一局开始 宗明洋赛前认为蓝方选手金虎 他的拳法可能要比自己有一些优势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非常地快 前腿扫出是的 多发连击 我感觉他有点着急 金虎 双方进行对拼 其实到现在看 金虎倒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泰拳的印记 是 他就是很典型的自由滑机 可能他的节奏就是他在一颤一颤的 这个节奏有点像 好漂亮 这个是一个挂着头而去 对 有点晃有点晃好像 周明洋这腿这么厉害 这场比赛的双方的身高是几乎是没有差距的 是 中段扫踢 接腿 大倒了 大倒了 漂亮 这是一个摆拳打击中了 是的 现在金虎绝对是蒙的 3 进行了插秒 5 6 7 8 OK 在大拳套的比赛当中 能够去这样重创对手 这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漂亮 来方选手小心了 我们现在看到确实红方选手 但是周明洋他的打法更加清晰 头脑一看了 又是一个同样角度的后手拳 再一次 非常危险了 我们的金虎 周明洋是讲究速节战 周明洋已经拿到了金虎的这种比较明显的空档 再一次看到 对 打了一个迎击 漂亮 这是向左角度看到金虎是华语颜色 周明洋很任性 对方自己滴扫的时候已经对方迎击了 他还在滴扫对方 是的 连踢带打 我们看到连推带打 刚才那一轮 是的 刚才那一轮 周明洋还是打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二次进攻 再一次连续两季的滴扫踢 三季 四季 看得我真是 看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喘 不是 那赌秒太影响金虎了 就是你被赌秒之后你的脑子是蒙的 不是说我站起来之后就跟没事儿一样 就是我的思维 我的逻辑全都忘了 他这种算击倒吧 不算KO吧 其实KO跟击倒是不一样的 击倒就是我被打倒了 然后我立马就能起来 KO就是被打倒了以后起不来了 这个是KO 那你第一次KO是什么时候 是被KO还是KO人呢 被KO 被KO这个可以有讲的 怎么屡次被KO的 什么叫屡次 也不算KO 就是被击倒 踢我一下 然后我一个没站稳 然后正好打到我下巴 倒地的一瞬间 恢复意识就是 这灯怎么这么亮 我干啥呢 然后我说他来打我了 然后我就又赶紧蹬对手 就是打什么不为容易被KO吗 爆肝就是 爆肝 简易的去理解吧 就是这个爆肝是什么感觉 可能就是我们平常有人差气 经常差气 然后这个被爆肝 它是这个差气的这种 盆痛感觉是差气的十倍 十倍的说少我老感觉 差气我能忍 我都不用五肚子 我这个好奇心已经勾的 都已经有点无耻了 我就想问怎么爆肝 你问你就上 你问你就上 来来你想尝到爆肝的滋味吗 没想到你有这种屁号 我在打组合拳的时候 有可能我一拳打到肝脏了 哈哈哈 哎这这他的压迫感太强了 哈哈 好我不怕来 比如说我打组合拳的时候 然后一拳打到肝脏 就是这个位置 哈哈 或者说我在打的时候 可能一个定系没注意 也顶到 也顶到就爆肚了 这样爆肚 然后你一个第一条往再爆 再爆 再爆 有史以来最傻的主持人 就是你 不好意思怪我 哈哈哈 这么个爆肝法 哎 所以说一瞬间 你必须要把你的核心收紧 然后绷紧 腹肌绷紧 然后才能去扛住 如果你一瞬间放松了 那就拜拜了 哎呦 哎呦妈 我现在对这个运动 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了 我虎哥还好吗 我虎哥缓过来了 一条肝脏最亮的仔 怎么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吧 来我们看看第二回合 好 双方第二回合 金虎对宗敏扬 那么宗敏扬 在第一回合最后结束的 三秒钟的时间呢 还能够去多发联击这种低扫踢 所以说现在留给金虎的压力 是非常的大 对 他换架了啊 是的 这种换架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迷惑 可能就是这个扫踢啊 是的 再一次看 再一次 哎呦 宗敏扬的腿真狠啊 双方现在是对架 一正一反 是的 而且对于后手拳的防守啊 双方啊 都是互相都有命中 宗敏扬的上架比较 轻 但是看金虎好像也没有 太多的威胁啊 哎呦 宗敏扬的腿啊 还是能有很大危险 哎嘿嘿 自己起腿 结果撞上去也滑了一下 双方其实在打的时候呢 因为战架的方面呢 双方并不是像综合格斗 或者是像空手道的战架 比较偏于侧面 双方还是比较偏于正面的那种战架 所以说左右架的互换呢 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而且蓝方金虎呢 在第一回合遭到了独秒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的前手的这个摆放呢 也是有微小的微调 宗敏扬躲着也很漂亮 现在金虎有点乱了 按照对方的节奏了 不玩拳也玩人家强项子 玩腿了 这有点出乎预料 对 他开始跟着宗敏扬走了 在赛前呢 其实宗敏扬已经是打好了 做持久战的准备啊 说是三个回合能够去拿下 我们在赛前曾经是给大家提过 这三个回合拿下的这种 心理的这种预设啊 其实三回合拿下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在每一个环节 都要占到优势 对 因为呢 踢拳比赛是有独秒的啊 三回合拿下的话呢 就是说去把对方击倒 对方没有办法起来 在S一个失衡追击截腿之后呢 利用对方失衡进行地扫踢的夹击 这两个人吸法用的都相对来说 要稍微的少一点 是的 因为双方毕竟身高差不多 基本上一些吸法包括跳膝啊 包括这种顶吸啊 都是高个子打低个子的 非常好的方法 是的啊 再次多次扫踢 现在是金虎 是高扫踢 这就是跟上一个回合一样的 从金虎的左侧绕过进行的高扫踢 第二局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第二回合 金虎有点被周明杨的节奏带着走了 对 他都放弃了他的优势 本身他想打拳的 然后他跟人踢腿了 思维还是稍微就是没缓过来 还是有一点点乱 虽然这个回合总体来看金虎还是输 但是气势到最后一分钟已经起来了 那起得太晚了 没关系啊 接下来还有一回合呢 周明杨有没有漏洞啊 我们金虎该怎么击打他 我觉得周明杨他的中部漏洞比较大 因为他的肘架的比较开 还是有一些那种态势的风格在里的 我觉得金虎应该更果断一点 而且金虎的动作就比较单一 他如果说打一些连贯的动作 拳腿结合啊这种 但是在场中间的时候 金虎组合拳打不出来 只能靠单一拳 然后去压迫到角落里 你俩光说你俩演示一下呀 我来演示一下 来吧演示 那我就周明杨 你就金虎嘛 那就演示一下 如果我是金虎的话 因为周明杨他臂展比我长 我一直在等他出拳 尤其是周明杨他会正反架互换 正反架互换的时候 他出后手拳 其实我是特别容易躲 肯定出后手拳 这个时候我经常会有反击 就很危险 如果我要是金虎 我就会把自己防守抱得死死的 我会往前压迫 那这个时候周明杨可以踢你 他有的时候他踢到这个位置 我一直在低劲 这个时候我的拳法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而且周明杨他的架子 有的时候比较松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就会拼命地去攻击两肋 或者是加上上钩拳的动作 然后一直往前顶 哪怕他往外边绕 我也会一直跟着往前压 争取把他堵在擂台边 然后我再去打他 这样可能拼死一搏 或许我有机会 因为我的拳法比周明杨好 所以说我不应该去跟他拉远距离 你一腿我一腿 那样是亏的 但我觉得可能是脑子有点乱 或者是什么 幸好金虎听不见 但我说的不一定对 金虎要是真听见了别人继承 马贾文是什么东西 你行你上 但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我只是阐述一下我的意见 但是不一定对 来 看第三回合 好期待 周明杨 周明杨 周明杨一上了 周明杨第一局的气势又出来了 周明杨的战术也是扩大优势 周明杨这位选手是对方越猛 他的斗志就越昂扬 正灯 这个提到效果了 是的 双方现在又是进入到了非常这种经典的 踢拳的白眼战 好 双方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我们看双方的前脚是几乎是能够碰在一起的 他现在有点忌惮他的脚 周明杨的腿太厉害了 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考验双方的意志品质还有体能储备 对 这种对手越强自己越亢奋 他在用正灯控制这个距离 不想让金虎靠近他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金虎到现在为止看 多次的挨到了周明杨这种劫机的正灯腿 对正灯腿在赛前 周明杨也是说这是自己准备的一个控制距离去干扰 而且这种正对的踢腹部的话会破坏你的呼吸 是的 漂亮 虎哥加油啊 我们现在看到双方 周明杨还是采取了一个压制的这么一个态势 进轨有微称 但是呢显得呢有一些的力不重新看 漂亮 这种同侧打击出了一个 左侧低扫之后同侧的又出了一个直拳 是的一次警告 好 好 不要接腿 场财王菲呢是予以口头警告 再一次 他从很近的就是拳击的距离能踢到对方头 其实是很难 是的 我是做不到这点 我现在觉得啊 觉得周明杨啊 腿部的柔人性实在是太强了 是 再次双方都是正灯腿的互换 对 顶开再打 换颜色 对因为呢这个正灯的话对金虎的干扰应该是有的啊 他就还了一个 你看金虎每次落地他的那个脚 他都有一点点抖 我觉得他的脚受伤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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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第一回合不出现 周明杨直接将金虎击倒 后面就不独秒的话 情况怎么样还很难说呢 就是心态打崩了 如果第一回合金虎上去以后一开场 比如包括看看天花板 看看灯光啊 对场地没有这些动作 适应的话 他如果能够很快进入角色 他肯定能赢 其实说白了 我觉得金虎还是有实力的 这一局吧 就是周明杨他可以看出来 他一直在用正灯腿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前两局的话 其实在这个优劣势上面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周明杨他已经占了上风 正灯其实是最有效的控制距离 自己又最省力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就一直等你 你就别靠近我 那如果正常情况下我正等你 你应该怎么来跟我 我应该去拍你的腿 就是把我的腿拍走 拨到一边 想看明哥等 明哥等 就是刚才如果他一直等我的腿 如果我用这个手拨 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个是顺时针 你看他等我 我这样他等着我的时候 你看他会有旋转 如果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用这个手去拨开 我把它这放 他在这个时候 他的重点可能 对 你俩来一个真实版的 快点的 好快 你瞧人家明哥这个 到底是全国冠军 这专业素质 他一起来就感觉出来了 为什么 如果拿这边的话就危险了 但是也有播错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太快了 来不及反应 丁虎刚刚那个 其实他就是没有反应 他脑子其实是乱的 对 第一头没注意到 然后直接就尽情想跟人拉近距离 然后周梅阳觉得我胜了 然后我一直在等你 也是找到金虎的弱点了吧 明白了 这解析的明明白白了 明白吧 这解析的太到位了 我们也邀请您来上天猫 搜索万冠军赛 您就可以看到更多 《武力圈开》的拳手 同款的拳击手套 还有传手袋 当然还有更多惊喜 等待您去发现 看看裁判的最后裁决 女士们先生们 这又是一场令人沸腾的比赛 在我宣布结果之前 能让我听一下 你们沸腾的声音吗 本场比赛 结果是 一致判定 红方周梅阳获胜 恭喜周梅阳拿到这张进入复赛的入场课 给我们带点今天的防身小课堂吧 那今天我们就不如再教一个就是 手腕逃脱的 手腕逃脱 我喜欢 来 明哥 我偷袭你 我怎么偷袭你 先给大家讲一下吧 你抓到我的手腕 就是在被抓住手腕的时候 如果你用力地拽 其实对于女生跟男生真的是 逃不脱的 是有技巧的 对 这个时候它最脆弱的位置就是在虎口 周边这两个位置或者手腕 这个时候你用你的拳头的骨头去 一砸包 一砸包 特别疼 能感受到 很麻 对 很麻 好痛 这回我抓你 你可以试试 别拉我 散开 散开 这个到位 这个真疼了 这个到位 一学就会 一用就废 我们要恭喜周梅阳拿到这张进入复赛的入场课 好 这是我们节目到第七期 终于挖惊人 只有一个人猜对了结果 那来吧 我们四个人怎么惩罚 公主抱坐身份 我还挺想看她公主抱她的 我配合别人 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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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等一下 我抱肝拉 厉害 厉害 她真有劲 我这个妈 感受到了 绝对力量了吧 人生中第一次这种被公主抱 我真的想刚才我就抱着你 然后转一圈直接扔摄影机 真的效果 对对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出赛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四分之一决赛再见 祝各位好日子 拜拜 拜拜